又酸又甜的上哪找去这是 什么玩儿 粗里边放点白糖 你喝去吧你 什么呀 媳妇啊 实在是找不来这东西啊 前顺芬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怎么呢 哎呀媳妇 我爱你这样连续都知道 你这样 你只要能说出名字来 我肯定给你整来 我想娶你爸 好嘞 你要吃我爸 我没说完呢 我说我想吃你爸种的梨 吓我一跳 顺芬 你还记不记着 就是咱俩谈恋爱那前 然后你老逗我 你说带我去旅游去 结果溜达溜达 就溜达到你家后山上去了 然后 然后你就爬那梨树上 把那最好吃的梨 给我摘下来的 哎呀那个梨啊 咬一口酸 第二口甜 第三口酸甜酸甜的 可好吃的呢 第四口呢 倒糊了 你赶紧给我找梨去 我明白了 媳妇 闹了半天 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啊 嗯 那没出整去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 我都不知道了 钱顺芬 哎 我也非常肯定了 你已经不爱我了 要跟以前你找就去给我找这个梨去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钱顺芬 你要这样是什么的 我就带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 哼 你回吧 你回吧 老虎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哈喽卡丁 你回娘家吧 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 嘿嘿嘿 钱顺芬 你不用给我嬉皮笑脸的 你要不给我找着梨 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 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 嗯 肯定整了 你放心吧 刚才我有个朋友还给我来电话呢 嗯 说明天从老家来 你放心我让他给你带点来 真的吗 嗯 哎呀 老公 哎呀 你真好 嗯 把嘴收回去 找不着梨 我跟你说还得回娘家 上哪给他整着梨去 酸的甜的还长一块的 什么呀 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哎呀 喂 哎 超市吗 哎 你抓紧时间 你你你找个人 你给我你给我送一箱梨来啊 挑大的啊 挑好看的啊 啊 赶紧赶紧的 妈呀 这也太快了 空头的 这肯定是快递小 快递小哥赶紧进来吧 哎呀 我的天 太快了 快递小哥没来 快递老哥来了 哎呀 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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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咋突然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啊 梦见二米一子想吃我种的梨 我今天就给他送来了 爸你神了吧 刚才二米一子还给我矫情呢 说非要吃你种的那个梨 说要整不了这个梨 他就堆娘家去 是吧 看来爸是你的救星 爸 谢谢爸 赶紧干洗完了在家啊 赶紧给啊 您就吃了 我等会儿爸 我说你妈呀 爸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你种的梨挺好看的啊 怎么买瓜裂枣的呢 早就跟你说过 这梨好吃的 不在乎的外表长得多好看 懂不懂 这个环保啊 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 绝对是绿色水果 真的 吃吧 放心 爸呀 我爸亲自吃的肥啊 爸呀 嗯 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 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孕呢 算了 不让他吃了啊 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农家肥 农家肥 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 啥呀 就是鸡粪 鸭粪粪 不是我的粪 爸呀 你这粪粪的 你听着都恶心 恶心啥玩什么 吃肥的技术你忘了啊 你农村长大的孩子 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 梳根底下吃点农家肥 不是驴长这么大了 忘了梨人饿肥 懂吗 明白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 根吸收那个肥 然后转化到果子上 对啊 那是不是也不太 那个啥 你孙子吃了是不是发育不良 怎么可能发育不良呢 你奶奶怀我的时候 吃的就咱家梨 你妈怀你的时候 吃的也是咱家梨 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 爸呀 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 为什么 你看咱爷俩这个头 是不是吃梨吃的 回一边去 没展开啊 我跟你说啊 顺风啊 爸没展开的原因是随你爷爷 你爷爷就没展开 你没展开的原因是随爸爸 你也没展开 所以说你说 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让他吃就得了呗 行了 我摘梨的时候蹭了一脸灰 我洗一脸去啊 哎呀 我明白了 我爷爷就是吃这玩意吃的 生出我爸来 生出我爸 我爸长得跟梨似的 哎呀 我爸又为我这个 吃这个生出我来 跟个小土豆似的 让二米粒吃 那我儿子生出来 不得跟个樱桃似的 这可不行 你说我爸也是 哎 我们老家离这儿三百多公里 你多带点啊 你带五个 这回是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 哎呦我这个 钱哥您订的梨 哎来来来来来 哎呀搁这边搁这边 谢谢啊 都洗干净了 放心吃吧 麻烦了啊 谢谢谢谢 哎呀这就行了 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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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大梨 啊 看这 哎呀我爸也好意思 管他叫梨 哎呀 这一看从形象上 这就是姚明 这就是潘长江啊 叫我儿子吃 我儿子肯定吃姚明 潘长江 潘哥 你藏一会儿吧 哎呀我还是给他搁起来吧 哎呀我 哎呀他别在这吃 哎 刚才我听到门铃响了 谁来了 哦 爸来了 爸来了 对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 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哎呦我的天哪 你爸是草草 我说到就到啊 哎呀 太幽默了 噔噔噔噔噔 哈哈哈哈 快吃吧 都洗过了的 不是 你爸种的梨长 长那么大了 啊 那个谁洗手上 来来来你坐 你我听我解释啊 哎你吃我爸种的梨 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对呀哎 通过这个梨数年龄的增长 这个梨也不断的增大了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 怎么没长大的呀 吃梨吧 哦 哎呀 多长时间没吃着了 快吃吧吃吧 哎呀 好吃吗 嗯 不是这个味 咋不是这个味呢 真的不是这个味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这梨它那个味吧 就是你家 就是家乡的那个味 你懂吗 你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品品 仔细品品 哎呦吧 嗯 还不是第一口 我不好吃 媳妇 你这么点 你把这一箱全吃了 肯定能提供 我上班拿了 吃了我那也酷了 这谁长得 太难吃了这梨啊 爸 啊 吃爸给你拿的梨了啊 对 爸这梨你拿的啊 哎呀 好吃吗 那要你拿的 好吃 好吃怎么苦大抽身的表情啊 啊 啊 不是 那阿尔美丽哪是苦大抽身呢 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 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 就是幸福的就是到了极致了 喜极而泣 哦 喜极而泣 那也说这个好吃呗 好吃 确定挺好吃啊 好吃好吃 啊 好吃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 好嘞 哎哎哎哎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要说实话 你可别进眼 就你拿的梨 好难吃 不对 绝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我拿来的梨 钱师傅 回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梨 哦 这个梨啊 拿错了 哎呀这是我从小卖部买的 哎呀 这爸你买的梨在这呢 哎这是爸种的 你看爸种的梨 啊 大片子 这也不好吃 你这能吃吗 这个 儿媳妇 你尝尝这个梨来 哎呀爸 就是这个梨 就是这个梨 我多长时间没吃着了 就是这个梨爸 尝尝尝尝尝尝 在那样的小山村 我最烙烙的爱好 我最烙烙的爱好 太好吃了 我最烙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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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 哎呀呀呀呀 行行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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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嘚瑟看 这种孩子呢 快吃吧 快你吃你吃 画好喝 画呀 看二米粒子这么爱吃你种的梨 你多带点呗 你带五个 你这才口吼的你 你爸是啥人你不知道吗 我能带五个梨吗 那不是五个吗 我今天上树上栽了五斤梨 五斤梨就五个呀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 我带来这五斤梨 就上了大巴 结果碰着咱村子老赵了 老赵跟我说 哎呀大哥 我太爱吃你家那梨了 你让我尝着行不行 那么大肃好容易沾回嘴 咱那好意思拒绝 我说你吃吧 别客气 这老哥倒好 走一路吃一路 走一路吃一路 结果到地方 就剩了二斤半了 哇 他吃二斤半呢 是的 我拿着这唯有的二斤半的梨 就赶紧往你家撩 刚到小区门口 碰着二秃子了 二秃子 二秃子不出国了吗 回来了 他看见我就跟我说 钱叔啊 我终于把你逮着了 你知道吗 我在国外整整三年 我只想三件事 第一想我爸 第二想我妈 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 今天 说什么 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 我说不能卖 这是给我二媳妇带的 他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要卖给我 我说不行 这是我给二米利带的梨 爸 我给你这一点 你太仗义了 为了你儿媳妇 五百块钱你这梨都没卖啊 我啥呀不卖 卖了 爸 你要卖了 这五个梨哪儿啊 对啊 卖完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 他云我几个梨 他死活不给我 我说这样啊 啥话别说了 我出五百块钱 买你五个梨怎么样 啊 啊 不是他卖了没有啊 他不卖 你看 死活都不卖 啊 我就把他五百块钱 塞他兜里了 我抢过五个梨就跑 这样你想想 二徒的事也解决了 二米利的事也解决了 啊 你说爸坚不 坚 坚 爸呀 嗯 二徒都花五百块钱 嗯 买你二斤半梨 对啊 妈你回手花五百块钱 买了五个梨 对啊 我我花他的五百块钱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梨 我都佩服自己 我老奸了 爸那五百块钱搁哪呢 在二徒那呢 二斤半梨搁哪呢 也在二徒那呢 那你不赔了吗 我怎么能赔呢 爸呀 我幸亏是没随你啊 随了你我做生意 就得赔没喽啊 儿子 你听我说啊 你说啊 你不会算这个账 你算算 我是花了二徒的五百块钱 啊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 赔了 我绝对赔了 又是赔了吗 我不赔 一点都不赔 啊 我哪里刚好转身走 二徒都跟我说 叔你别跑 我送你两瓶酒 你没事尝两口 我看看我看看 爸呀 这回不赔了 嗯 二徒都送你的酒是好酒 盘掌柜 对 哎呀 爸 行了 这行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的啊 二徒都用啥 非用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啊 咱这是怎么金梨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不是 咋回事啊 我就特别能理解二徒都的心情 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 什么梨没吃过呀 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咱爸种的这个梨呢 用啥呀 这个呀 就是一种情怀 知道吗 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 懂吗 跟我是一样一样 哦 我爸呀 这梨是真好吃 你还能够整点吧 啥呀 这孩子 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三百多公里给你带来的 你没听爸说吗 没有了 明年咱再 有 有 我只是把我能够着的梨栽下来了 爸爸 爸爸 你刚才说你把你自己能够着的栽下来了 那没够老的梨还得树上挂上去呗 对呀 前身分 那树上得老鼻子离了 不是不是不是 别别 这我有点懵了 怎么树上还有老鼻子梨呢 因为咱爸哥太高了 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干啥呀 不就三百来公里吗 一脚游的事儿 我现在就开车就去 我蹲在树上把咱爸够不着的梨我全造他 再见 不是 这孩子 我好像听明白了 爸呀 二本铃太幽默了 你听他说啥没 说你哥太高了 这孩子竟听我优点说你 爸呀 你别说通过今天你带来的梨啊 我还有点感想呢 你说说 咱们村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特别是生态方面 发展保护得多好啊 爸呀 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啊 你说 你回去再科学的考察一下 你带领咱们村民 把这个种植业给它发展起来 给它搞起来 当然给它搞成品牌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是这个味儿 好不好 爸呀 咱也为咱们村的赋予 贡献一份力量 哎呀 你太有头脑了 这点你随你爸 你爸 不会是民营企业家 哎呀 多亏了二米粒 二米粒要不吃这个梨 我还 坏了 二米粒刚才拿我车钥匙干啥去了 他说不就300多公里吗 一脚游的事 我要蹲在树上 把八够不着的里全造的 他蹲树上 对 他又不是个猴子 妈呀 不行啊 我媳妇她怀着孕的 啊 二米粒啊 我还是开车送你吧 二米粒啊 哎 正好顺路把火烧回去 我用不着买车票钱了 我太奸了我呀 我太奸了我呀